师父 我首先感谢你 我原来那大中风 床上塌了三年 后来心灵法门以后我就全好了 看见了吗 要不然我不会站到这里的 大家听到了没有啊 三年大中风躺在床上 不起来 一直不起来 没有办法 起不来 起不来 不是不起来 不起来就懒惰 然后呢 现在念了经之后 学心灵法门现在起来了 否则他不会站在这里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台长 台长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1970年的熟老鼠的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70年 看他婚姻 婚姻是吧 很麻烦的 那是麻烦 现在婚姻已经有问题了 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而且有破裂的倾向 你能告诉我 你的媳妇属什么吗 他还没有结婚 没结婚啊 没结婚就把他女朋友名字告诉我 没有女朋友 他不想结婚 瞎讲了 他有一个 没有 你现在讲给我听 他过去是不是有一个矮矮的女孩子 跟他关系很好的 没有 那是中学的时候 没有 就是一般 中学的时候 他网上有的 你懂的 你都不会看网 你在床上躺了三年 我今天看出来 他还没有 你躺在床上 你看什么 看天花板 我告诉你 叫你儿子好好念念 大吉祥天女神咒 就会有了 多少遍 你的儿子 我告诉你 他的毛病 我讲 讲了之后 你好好的承认 我知道 我告诉你 你的儿子第一 气量比较小 不能听话 第二 不肯花钱 听得懂吗 很小气 在妈妈身上都不肯花 所以在小娘身上也不肯花 所以他就找不到老婆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还想问什么 现在怎么办呢 一个念大吉祥天女神咒 第二个念心经 不但自己念心经 还要跟对方女朋友念心经 听得懂吗 放生吗 放生啊 没什么 他两千条鱼就可以了 这个孩子没做过坏事 人很干净 唯一的毛病 就是比较小气 话也听不得 钱也不舍得用 工作啊 什么都还蛮努力的 读书都很好的 对不对 对的 要帮他画小房子吗 你给他一个星期 能够画个三张 就问题不大了 好的 这孩子没有多少业障 他唯一的业障 就是在他的喉咙这个地方 他吃东西会挑食 经常会咳嗽 喉咙很难过 谢谢台长 感恩大吉祥天女神